由傳統東方哲學發展出來的水墨畫 受到千年來的審美觀影響 來到當代 已經在水和墨的無共變化裡 單身出多元的藝術形式 不論是山水、人物或花鳥 水墨成在的 更多是面對生命的感悟和情懷 來到現在的城市 當新媒體技術發展迅速 水墨作品又會帶來怎樣獨特的面貌呢? 十幾歲的年輕人 面對著急速的成長和轉變 一方面他們很努力地去到尋找自己、認識自己 另一方面要學習面對社會的運作模式 憧憬將來的自由 林若月這張追尋的作品 充分地反映年輕人這種心態 這張作品選擇了用功筆去到完成 功不繪畫、講求嚴謹和耐性 在畫面裏面 處處都表達到很多不同的規矩和一些社會的制約 我看這張畫的時候 在想著得獎者在畫的過程裏面 除了跟隨一些規範 內心其實是否在問著 他有甚麼時候可以追求自己的夢想和自由 畫面的左下方有一個跌低的屏風 中間有一張畫 畫裏面畫著一個鋼琴 和外面的天空 但很有趣地窗外的鋼琴和天空 剛剛是倒轉的 而鋼琴有兩隻翼 琴劍飛散 鋼琴張椅也飄盪在半空 這些意象是否反映得獎者 去到尋找個人的自由追求和渴望 大畫銀行年度水墨藝術大獎 由大畫銀行在2017年開始舉辦 一直以來支持培育水墨藝術的人才 激發創意和推動跨文化交流 來到第八年 今年的比賽現在接受公眾報名 由國際知名藝術家、藝郎專家、策展人 和藝術從業者組成的獨立評審團 將會選出入圍的作品和得獎作品 評審的標準包括記法、概念、創意、構圖 和對水墨的理解 得獎名單將於2024年12月公布 得獎者可以獲得總值超過 港幣33萬的豐富現金和獎品 而大畫銀行年度最佳水墨藝術作品 和最具潛質藝術家年獎 兩位得獎者 將會分別獲得海外藝術駐村計劃 和專屬的水墨藝術學習計劃 得獎的作品更將會在2024年水墨藝術節 和第二年的Art Central等活動中公開展出 今年的得獎者更有機會參與 全新的墨像2035社區計劃 和一班對視況藝術擁有濃厚興趣的本地中學生 一起構思作品展現水墨的多元和尾線 今年的比賽在9月22日截止報名 希望大家踴躍參加 發揮你的藝術才華 和大家分享你的創作故事